新美社劳工局委托台湾公共卫生促进会 针对20年前捷运工人罹患潜水服病的情况进行调查 并且将整个过程拍摄成纪录片 日前举行了纪录片及成果发表会 会中离病的工人也现身说法 表示每次发病的时候都痛不欲生 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 劳工局局长先生达表示 透过这个委托研究案 希望未来能够加强职安重视 让劳工权益获得更大的保障 20年前捷运新电线因为穿越河床 采用压器工法 但在赶工及减压不当的情况下 使得44位捷运工人罹患潜水服病 而这也是台湾史上最大的劳工集体职业病 且无法根治的案例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新美社劳工局委托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进行调查 日前举行了寻找捷运潜水服务纪录片 宣导手册成果发表会 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记录 然后透过这些的一个发展 还有今天的座谈会 能够让这个事件有一个很好的记录 然后我们持续的来继续关心 我们工人们的安全健康 我想这是我们跟协会合作的一个最主要目的 那当然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 让劳动部也许能够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会中离病工人也现身说法 他们表示起初发病时 还单纯的以为只是太过劳累或者是一般的身体病痛 直到后来发现有许多人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才知道自己罹患了所谓的潜水肤症 而潜水肤病一旦发作 痛不欲伸 严重影响生活 痛的程度有时候都不一定 如果到现在的话 最严重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处理 要疼 并没有说 事先有征兆 正方向发疼就疼 一旦气泡走起来 要消息也快 但是那个过程是 差不多两天三天 很辛苦 新北市劳工局局长谢政达表示 透过这个委外研究案 除了详实记录潜水肤症的暴露情形 让社会大众了解离病工人的行录历程 同时也希望能够加强职业安全的重视 让劳工权益能够获得更多的保障 记者杨帮友 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采访报道